全油管最快新闻 媒体行业危机,政府财政补助是唯一希望 美国媒体行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全国性的主流媒体也难以逃脱收入下滑和被迫裁员的命运 纽约州通过财政预算案,为新闻媒体提供至多9000万美元的退税补助 以帮助他们应对营收下滑的困难局面 然而,这项补助主要面向小的本地纸媒 而且只适用于没有上市的媒体公司 每家媒体每年可以得到至多32万美元 政府财政补助毕竟是有限的,并不能真正解决媒体行业的危机根源 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大幅下滑,才是媒体行业的最大挑战 搜索巨头和社交网站是否造成了媒体行业危机的根源 政府财政补助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媒体行业的困难 但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根本问题 媒体行业需要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和广告模式 以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时